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 這個禮拜五 六 到禮拜三天的中秋連鎖 天氣可能是不太好 因為這個火力冰冬冰海面的劑壓 最快今天會進行為熱帶性的劑氣壓 真有可能會形成第十六個風態 琵琶 目前的不確定性還是蠻高的 那要關注的是 這個這個低壓帶在禮拜五之後呢 就會逐漸的北移 有可能影響到臺灣地區的天氣 那以現況上來看 現有的資料上來看 禮拜五的時候呢 還是算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也是中秋節的當天 還是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整個西半部地區來講 大致上是以多雲道勤的天氣為主 所以中秋夜來講 如果要看到月亮 對西半部地區的民眾來說的話 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在東半部地區來講 還有我們的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這些地方呢 雲量上來講就會比較高 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暫正雲 現在這個結局也算一算 是不是會將做熱帶性的激起 是不是會將做紅胎也不確定 但是不管是不是會變成紅胎 這個星期六星期都會影響到臺灣的天氣 北部跟東部的鳳頭面 有地айн轉賺國的大陸 那國庭的過島也有來進行 今天就開始一直到宮額中秋節 天氣都很穩定 嗯